夾勒 加姐 我们来继续谈 谈一点 美国精神美国宪法种种 有时候跟 台湾我们所看到的情形做点连结 有一些重要的观点 特别要提出来说 如果我们碰到 一个 在台湾所谓美国学者 我们提出来我们的论点给他 我们民政府的这种论点 也就是 一个比较简单的来讲 美国对台湾的处分权 还在 我们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论点 OK 他的处分权还在 那 这个就影响很多嘛 他可以放任 他可以守回来 自己管 这个大概是说明我们基本理性论点 所以 我们认为 美国 我们用 惯例 惯例是很重要的 美国占领关导是因为 那个美西战争 美国西班牙战争 后来 美国 打败那个西班牙嘛 那个战争是1898年 你现在 114年前 打败西班牙 就 太平洋地区 西班牙的一些领土嘛 关导 菲律宾 美国占领 加勒比海 古巴 波多利克 美国占领 OK 那么 这些地方 每一个地方 美国就有这个 占领就是 军事政府 军事政府结束的时候 每一个地方 都有总统宣布 好 美国军方管辖权 对这个地方都结束了 都有正式的宣布 那在那个和平条约 旧金山和平条约 我们很清楚看到 美国军事政府 对 琉球有管辖权 那请问 琉球 美国军事政府管辖权 有没有宣布结束 有 1972年5月15 正式宣布 美国对台湾的管辖权有宣布结束吗 没有 所以管辖权还在 不管你每天看得到看不到他还在 他随时可以把这个牌子拿出来 而且这个牌子拿出来放在桌上 拿到联合国 谁都不能否认 我本来就 这是我的管辖地 中共要说什么 回去抱你的奶奶 没有用 国际法这样写 我没有签署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 对我不影响 你认为是这个吗 你去国际法院去搞 你很快就学会 什么叫国际法 你没有签署是你没有份 不是说对你没影响 很简单 请问 菲律宾美国让他独立 那个文件你有签署吗 今天 中国有没有签署 菲律宾独立 有啊 为什么 国际法 所以你没有签署 就是表示英文三个字母 out 你已经没份了 所以不讲什么 OK 所以 但是我们这个论述 要给人家介绍的时候 就算一些水者了解美国的 他会提出几个疑问 例如说 你要我们变成美国的一部分 这个好吗 所以这个是第1个他会提出的疑问 我们必须有正确的了解 我们的论述 不是把台湾变成美国的一部分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 南北战争 南部要努力制度 林肯不要 林肯宣布不要有努力 南部说 不同意 退出 南卡罗莱纳州是第1个 他宣布退出联邦 林肯说不得退出 宪法禁止 不得退出 所以从这里就了解 第一 你在美国的系统里面 州 你变成州那是最后的定位 而且 那是固定的 不能进不能退 所以你这个认知要有清楚 台湾是将来变成美国的一周吗 不是 我们是海外领土 我们是比关岛还要下来 因为关岛已经有美国完全承认的 那个民政府 而且他的军事政府已经在大概 1950年7月1号已经宣布结束了 他管辖50多年 但是后来他结束了 结束 就让他们自己 搞他们自己民政府 已经不是军方管的 OK 所以 我们比关岛还要下来一层 因为我们还在军事管辖下 那关岛有没有听过 他 也可以独立公投 他可以公投独立 可以变成一周 可以走其他的关系 有有几个 像 呃 台湾最后 在我的感觉 台湾最后应该是走这个像 如果走美国系统的话 台湾应该走向那个波流那个模式 波流是第2次世界大战 也给美国雷斯托管了嘛 啊后来 他的独立模式 就是 继续 像我们的一个军事政府的管理地一样 继续 外交国防给美国包 啊 我们就 做我们的 快乐生活 哦那个麻烦的事情你去做 对不对 反正 你有这么大的规模 我波流 几个人 你在 管一下这个海外的事业啊 啊别人想侵犯我的人徒 你就派那个隐形飞机给他炸掉 这样就好了 我不要管那么多 那我觉得如果走美国的模式我们就 用这个方式将来 波流有没有联合过汇集有啊 可以去那边翘起二郎腿听他们来辩论啊 啊如果有什么影响到我的 我的权力我就联合 美国几个国家我就抗议 哎 哎 就这样每天吃个 叫做什么连 连赞便当啊 五六百块啊 或在纽约去看个秀 哎这样就好了 何管那么多啊 对不对 我我的想法最后的模式就是 所以 啊 呃 作为美国的一周 这个不好 对台湾来讲那个不好 我们也不是主战这个 一方面周是固定的 也不能进不能退 我不要作为 我不走这个模式 我还可以保留 我现在 我用军政府军政府不知道我弄多久 台湾要稳定对不对 10年20年不知道 多少年 但是我最后那个隧道的镜头 我还是可以 独立啊 我有一天可以独立 反正 很多人讲啊 中国 叫那个 人民的智慧提高了 总统中国 美国国防部认为 中国提早会分裂 对不对 请问 欧洲有哪一个国家 有1亿人口 一个都没有 四川有多少人口 1亿人口 所以 我建议民政府要做一个工作 就是我们欢迎大量的那个 中国的团体来 呃 然后我们给他 就像我们门口这里每一次 毕业的时候就拍个照嘛 啊我们甚至于请他们来这里拍照嘛 啊我们就请我们电脑组稍微 那个旗子稍微改一下 四川独立联盟啊 广西独立联盟啊 给他拍个照片寄回去 大量寄回去 寄给那个胡锦涛啊 温家宝啊 欢迎你的人民来台湾啊 大家谈独立啊 他一定会气死啊 那气死好啊 那以后不要来就好了 所以我们有很多 很多动作可以做 OK所以 谈到这里你要跟人家说 我们不是变成美国的一部分 美国 占领伊拉克 伊拉克有变成美国的一部分吗 没有啊 没有完全没有 但是美国占领其中 有接海关喔 对啊 所以我们 我们在谈 怎么样 有个旅行证件然后接海关 我们有这样的目标 对啊 OK那 另外就是 人家说 在美国很多人就有枪了 台湾如果每个人有枪 那走在街上多危险 那你有没有想到这个 那这个牵涉到美国宪法 他是那个 第二条吗 第二条他怎么写 其实是因为 刚开始跟英国打仗的时候 他没有强态的军队 那个时候没有强态的军队 所以当然 脱狂 那个野 野外的地那个森林 每一个人一定有枪 你不能没有枪吧 你有狼啊有熊啊 而且你要去去打猎对不对 太太今天说 我好像 吃一块熊排啊 你就去去打啊 太太说 我好久没有吃鹿肉啊 去去打 我要吃什么小小东西 要吃松鼠啊 所以这一定要有枪嘛 所以 等到英国人来 他们就跑到那个广场里面 然后敲了大鼓说 英军来了英军来了 每个人拿着枪就跑出来嘛 然后就出发了 所以美国宪法写的时候当然 每一个人拥有枪啊 这是理所当然的嘛 不过要看看 这个是基于美国传统 基于美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啊 对不对 请问台湾有这样 有这样的传统没有 台湾没有这样的传统 所以 基本上 美国大法官他在解释那个宪法的时候 就像刚开始美国有海外领土的时候 1898年1899年 110多年前 波特尼克 那个时候 反正波特尼克是西班牙地 所以他的风俗习惯不一样 所以 有人家这种案子有告到法院 告到法院 有的那个案子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就认为说 这个地方风俗习惯不一样 所以 不是固定 美国宪法写完了以后 他们几个水子在讨论他好像人权不够 没有什么人权 所以 最早的时候他是加那个第1条到第10条 修正案 属于人权法典 最早的时候就是第1条到第10条 修正案人权法典 所以人权法典应该是走到哪里都通 但是海外领土 大法官说 不一定 所以拥有枪支 这个是基于美国传统社会特殊的结构 波特尼克 变成美国的海外领土 关岛变成美国海外领土 会自动说 每个人民都有拥有枪支的权利 没有 没有那个 第1条到第10条 所谓人权法典 不是自动 使用于海外领土 不是 另外一个先驻的历史 陪审团 陪审团 不是自动 就使用于海外领土 No 所以那个条文都要看看 那 你 你发觉 里面 你详细研究第1条到第10条 你发觉有一些东西你 你很想要 那你说大法官的 解释没有一定说海外领土可以有这个东西 那怎么办 那很简单嘛 你自己成立的法律体系你就把它写进去嘛 对不对 你就可以把他写进去啊 你一定要陪审团 或是你要有什么程度的陪审团你就把它写进去 写个台湾基本法 你就写OK我们 或是我们培养陪审团的制度我们先从什么什么案子我们先用嘛 你各种弹性 有弹性不是固定的嘛 最主要是 他那个 台湾是什么 独立关税区 美国军事政府下面的独立关税区 最主要是我们 海外领土 独立关税区 我们是处理自己的税 我们不 适用那个联邦所的税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要赶快拿出这个牌子才请 很多公司来投资嘛 对不对 大家来投资 可以免掉联邦所的税对他们来说是 是很方便 台湾的税一般来讲 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也不是很高啊 所以这个对我们 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好处 我们要把这个牌子赶快拿出来 啊 所以拥有枪支 拥有什么 这个不要 以为 这个是马上我的权利 有一些 三地人 他传统上 有用一些武器 那那个就可以做特殊的考量 如果他需要 这个可以做特殊的考量 这个都好 那另外 你说那到底 第1条 到第10条 到底哪些人权 我还可以有呢 那么 美国大法官他所提出来的基本就是 生命只有财产 正当法律程序 这四个 大概都是在第5条修正案里面 生命 只有财产 正当法律程序 所以 最近 我在看那个报纸他有提到 为什么最近 士林 有个什么老房子被拆掉吗 他说为什么被拆掉 安家他们的结识那个没有违宪 但是有的水子提出来说那个就违宪 因为人家应该是这个 ROC宪法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应该有财产权 为什么我这样就被我房子被遮措 他说 结果有个什么都市更新的一个法 这个我们要好好的留意 他的那个法里面 如果这一区 如果百分之多少的人同意 那其他的人就强迫 那这个 这个有一点 当然不是 不是美国的个人主义 这个集体主义 有一点共产主义的那种思想 就是这个集百分之八十的人 但是刚好我这个房子 已经是一两百年 其他的房子有几十年 我当然我的立场不同啊 我一家在这里好几百年 那我为什么要同意啊 而回到宪法 你这个 你这个法符合宪法吗 这个令人很有疑问 所以但是他们是用这个方法来 来把它创行通过 所以这个可以尝尝看 我觉得这个对目前的宪法水者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要不要有这样的 而且甚至于我的天 这边有的那个 有的那个动物啊 这边是动物的人 动物的 动物权比人权在现在社会上还 有的还高 合不合理 这个真的 好好的 因为 以我们的解释 当然 以我们的解释 地球好像是为了人类 而色的 当然如果可以请蟑螂来这里 发表意见 他们 的解释绝对不一样 他说地球是为了蟑螂而色的 对呀你看那么多啊 我们蟑螂比你多 而且我们还集一年 你几年 对不对 所以这个恐怕 我们就 裁决他没有发言的资格 就给他出局 但是 虽然不公平但是我们人类都是这样 我们比较倾向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 这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问题 到底 动物的这个权利 又是 分界点在哪里 什么时候 如果利益冲突 对不对 像 我就想到说 我 写很多杂文 我在民生报 开始的时候68年 我开始写杂文在民生报 老外在台湾什么的 后来 我写了一年多啊 那个 有一次我去国 我准备很多文章啊 我要出国三个月 一个礼拜一篇我准备十几篇 我就交给编辑 我说我要出国 你给我继续登 我回来的时候 我问他他说 好像没登啊 没有登啊 那时候都是用稿子啊 叫那个秋天有没有 秋天乱七八糟啊 好像没有登啊 那个时候都是用稿子啊 喔对 这里 好像给我 好像 退我15篇 15篇文章 我细心写的 用稿子细心 有时候改的我还用剪贴呀 比整张有了有了一张多处一行有没有 剪贴 一次被退 他说我们改版好像没有地方登你那个 我就很沮丧 隔几天 我一个朋友是个漫画家他也画国画 他说我开画展我 我我我我你来参加我的画展 我说我最近很难过我一次被退 15篇文章可能是世界纪录啊 没有没有人这么轰轰烈烈的纪录被退那么多 他说我来看我的画展我去看他的画展 他也在联罗画漫画 我去看那个画展那个联罗以前有个万象版 万象版也是写 也是得一些杂七这八的 我们在吃饭 那个 他说这个吴先生万象版的编辑 我说你好 他说你名声报在写 我说对 他说有没有想写连的报 有没有什么文章给连的报 我说我明天给你15篇好不好 我说好啊 好啊很好啊 我给他15篇他马上就批稿 因为他们最怕 吹稿嘛 你人家亲人家写个专栏他 写三篇都不写了嘛独子很生气 给他15篇 马上批了 那个时候联合报的发行量 差不多100万 哇 每天登一篇在联合报 都走到哪里 每个人说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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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棒 走到哪里 那个时候跟今天的媒体不一样 今天的媒体太分散了 那个时候三大报 你只要有一篇文章 哇 天下所有的人都看到 哇这个感觉不一样 今天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所以我就说 这个是 这个是全世界有什么 言论自由 在 某一个范围里面 我们可以谈我们的言论自由 以前有一个 以前有一个台湾的水者 他去美国 然后在 纽约那里 他有写很多什么美国的媒体 什么亲上保护 犹太人 有没有 后来 他就说没有人 愿意等 没有人愿意等 啊他出来开机子会 他说 你美国不是有言论自由吗 但是提到犹太人 有时候很敏感 对不对 说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直到现在 要提到犹太人就非常敏感 他很意外 他说他以为美国有言论自由 我们跟那个民主长谈的 他也是觉得言论自由 要有限制 其实加拿大 已经 有做 他比较限制 他前几十年 几十年 他通过一个新的人权的那个法典 他有提到言论自由 他的言论自由 不包括 散播仇恨 是不是这个时代很需要这个有没有 你要 你要散播仇恨 哦我要杀 什么人 有没有 我是那个 阿拉伯人说 我要杀白人 你这个言论不能登 你不能登 你报纸登受罚 你公开抢核 我给你逮捕 不可以散播仇恨 这个 现在社会很需要 对不对 还有一些限制 像我刚刚讲的前面 我是觉得 违法的行为应该不能登 对不对 你再搞什么低下前窗 你还在这里 登个大广告 不是 你强强 你大概台湾的报纸 它就说 现在经济 国际经济很紧张 你应该投资黄金 他真的有买广告 你整本没有看到他的一个财政部的一个执照的号码 他有资格卖黄金吗 他有登记卖黄金吗 或者我们现在 我们下个礼拜有一个 有个什么什么 很大的法会 欢迎大家来 捐款 我觉得这个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全知道 这个自由跟盈利行为的界限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政府动不动都要加税有没有 宗教团体去开超级市场 你不瞌睡 这个不对 而且他卖那个什么 东西或是给你两个灯 给你点个箱 要一千块 那是盈利行为 那个要瞌睡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们台湾应该提出一个 很先进的一个基本法 我们这些东西都要搞清楚 古时候没有这样的问题 现在有 各位 宗教团体 摸了这么多财力 我们每一个都是那个 打卡 还是就是按照终点 的人 来上班就是 我们课税最重 很多就逃漏税 一样 你就是那个 谈犯各方面 你要管理 你要管理但是 你要给他们瞌睡 不能这里随便 随便就 这个逃漏税 我开店我要缴税 我拜个摊位不要缴税 要不然我税交给 给那个 警察局我就每个月用一个红色的一个 一个包来包的 这样也不好 这样不好 这个不是他们的 的正当收入 所以 应该回到国库 你要瞌睡 然后你要回到 所以 现在的国家 要的是一个 公平的税制 这是很重要的 要考虑到所有的漏洞 所以我觉得 一段时间 军政府也很重要 该做的就做 不要受到什么 大的人民团体的那种压力 有没有 随时压力过来压力过去 在台湾 你随便讲 我要一个公平的税制 对不对 那我们 进一步讲 凡是 有户籍的没缴税 我每一个要查清楚 你怎么生活 你这样一讲 你下一次 选举会不会赢 绝对输了 绝对输了 对不对 如果你是蓝营输了 如果是绿营也输了 什么事都不能谈 都是选举的考量 这样不好 台湾要整顿 必须离开 蓝旅的那种竞争 没有办法 就像那个 三地人 三地人有的人 住的那个区域 或是 流域 有的地方 不安全 如果我要竞选 我下去到那边 只要我竞选 我这些 居住的地方 绝对 会禁止你住在这个危险区 那我给你 保证我三地区域没有三张票 对不对 下一次洪水的时候 被冲走了 会不会有人 站出来说 喔 他何先生很有智慧 找我们早一点搬酒 没有 台湾人记忆力很短 马上忘了 马上忘了 喔下一次被马英九出卖 四年后 再走再一次 对不对 台湾人 记忆力很短 但是美国会这样 美国会来 他来评估 好这个区域不能住 你必须在 最近100年 那个淹水最高的地方再上去10池 你才能有助 好 我三地人 我什么人什么人 我要住在这里 好可以 你要住这里 全部确解说 你全部自己负责 什么问题 不要叫政府拿一毛钱 我什么都不给你 因为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不能住 美国是这样处理 你要吗 你要赌生命啊 你要赌你就签了 你不要赌就不要签了 就搬走了 安全 有时候是要 很客观的去执行 不能 不能就 好好先生 你住在这里很久 这个地方不能住 对不对 太危险了 对不对 所以 生命 自有财产 正当法律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 就像我们谈到 那个建材员或什么 我至少 我 我 我申诉过去 你应该有一个程序嘛 你应该有一个程序给我 对不对 或什么样啊 你该做的 你该做的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你要有那个流程 有没有 有的时候他们忘记那个流程啊 他就只宣布 你不可以这样 而没有 而忘记那个利益冲突 同一个机关 又是酬员 又是裁判 真的不好 所以这些东西 要不断的 要跟进 要改善 这个是 美国的那个 宪法和 法治精神会 带来给我们的新的思考 那 最近 最近网路上在 再讲一个嘛 就是 有一个 大法官 一个新判决 有很多人跟 林治森的那个判决联合起来嘛 因为他们在谈 何谓政治问题 那林博士就是 他认为说 美国应该发那个旅行证件给我们 或是 其实很简单嘛 你要认定台湾人 是不是 符合 那美国国民非公民的护照 其实林博士的案子是这样 是不是符合 那美国国民非公民的护照 他是这样想 你要记得说你告美国政府 你告一个政府就是 是 不能随便告你知道 这个他有那个 主权免述权 一个国家是不能随便告 所以按照国际法 那你国际法庭可以告 但是按照他的国内法 你要看有什么项目才能告他们 美国刚好有一个项目认为说 你是国民非公民 你认为你的传利被剥夺你可以告 我们唯一能找到的就是这一条 所以我们就说 好我们是国民非公民 其实你说我们是 也不是 但是 至少做一个判决 做个认定嘛 那后来美国的那个 地方法院 和上述法院 他一直认为说这是政治问题 就说 美国既然没有讲 台湾的主权情形为何 那我就无法认定你是不是符合 国民非公民的判决 林博士的案子大概是这样的结局 不过 里面也讲了一些 对我们有帮助的 反正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没有 常态的政府 没有国际公认的政府 台湾人活在政治炼狱 台湾人没有国籍 对不对 台湾人没有国籍 这里的报纸会不会把林博士的那 那条会不会拿来登头版 刚好没有 刚好没有因为都是中华民国控制的 对不对 所以他认为中华民国是他的国籍 对不对 所以 有这样但是 最近有这个案子 那个案子是 一个 美国的小孩 巴默妈妈是美国人 但是他们是 犹太教 然后 他们在 伊斯利 他在耶路撒冷 然后小孩子在耶路撒冷 那个出生 结果在这个护照上 好像写耶路撒冷 出生地 耶路撒冷 但是他 说这样不够 他要写 耶路撒冷 后面要写 伊斯利 那结果好像是那个 耶路撒冷 很多人在争 什么 巴黎斯坦人认为 那是属于他们的 犹太人说 那是属于他们的 基督教说 那是属于他的 所以好像 耶路撒冷本身 也是主权有些争议嘛 对不对 所以 当然这些 美国的人 他也发挥了美国精神 郭务院不愿意写那个 他就告 对不对 告希腊人 遗壮 然后来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他就认为是 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 不能 法院去审理 因为这是 国务院的政策 但是他们回答 他们就说 不是已经有一条法律说 我们可以 耶路撒冷在护教上 后面可以写 就是国务院没有做而已 所以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说 这个不是政治问题 法律这样写你就 做一个普通的认定嘛 是不是 法律是不是符合宪法 你问题应该 不是政治问题 而是这个法律 是不是符合宪法 你法院可以判断说 法律违宪什么你也可以 所以他们就丢回去嘛 最高法院把丢回去 地方法院说 不是政治问题 所以 这样的判决对我们林博士的这个整个 也有影响 因为 就 我们的想法也是一样 你有一个法律在那里可以写 已经写了嘛 人家是国民非国民你要做一个认定嘛 对不对你可以说他不是吗还是他是吗 那 美国行政部门还没有讲清楚台湾的主传情形是什么 那个 不管嘛是不是跟耶路撒冷一样吗 那个不管了嘛 你就是按照法律嘛 你就是 是不是可以执行这个法律认定他 是不是可以拿美国的什么旅行证件嘛 就是这样 所以回到 林博士的案子 对我们长期上跟美国行政部门沟通 这样的一个认定是有好处喔 这个有很大的好处这个时候出来 因为刚少这个时候 我们又有一批 申请 文件在那里就是要拿 美国的什么旅行证件嘛 国防部合法的 所谓琉球模式 对琉球模式 琉球 美国管辖期间 也就是 1945年 到 1972年5月15 那段时间 美国军方有发旅行证件给琉球人 他们到海外旅行都是用那个 所以我说既然 中和美国不是一个国家 那他凭什么发护照 就算他要发护照 发给那个中国人嘛 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两个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 台湾人应该有这个 那那个 美国旅行证件 我们现在推的是这个 对呀 我们跟美国在沟通 我们律师就送文件过去 我们也送一份文件过去 我们还有 40级50份的申请表先 送过去嘛 所以我们现在在推动这个 这个对我们整个论述的推动 也是有帮助嘛 OK 所以 这个也是一步一步 你要了解美国很多宪法的东西 你要去看 网络 然后你 你每一个宪法的条文 他现在有很多整理 你可以按照那个条文 然后可以 有哪几个判决在讨论这个条文 那这样就有 很确定了解 那一条到底什么意思 有时候 不是你所想象的 所以我们差很多 两年前我们请美国一个记者来 一个Michael 他讲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他的时候 美国那个人权法典 就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第10条 刚开始你宪法的时候 大家最大的希望就是好像是第9条 希望他可以发挥很大的 力量 第9条 那条好像大致上在讲 联邦 联邦没有规范的那些 就是我们的宪法没有为联邦政府所规范的那些 传利 留给 旧政府 旧政府没有规范的 留给人民 所以人民最大 就这么一个 大的想法 人民最大 好那你今天 你去 到网络上你去一些法学资料库 你去查那条 到底有几个司法判决 200多年来 不到两三件 没有 人民的传利在哪里 没有 没有 为什么 这条 不是听起来 蛮 蛮 杀伤力蛮大的吗 我只要 我只要确定说这个东西 没有 没有联邦可以规范的 没有州政府可以规范的 那我人民就可以处理 哇这个 这个我一定 一天可以交到 100个事情我人民可以处理 我就可以好好处理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法院 有一个观念叫做事格 事格 OK 所以今天 你是善良的老百姓 你认为 中和民国发 三姐发 一个红包 一个奖励 一个慰问金 给军人 这个完全没有发力依据 结果你 告到法院说这个行为给我 STOP OK 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无法无据 发院怎么处理 你不适格 不会 适格 这个英文是standing You have no standing 这个很微妙的一个观念 所以你怎么 怎样的适格 对不对 上越南的时候 就有人去说 越南没有双战 你停止政兵 发院说 不适格 所以到底适格的问题要怎么搞 这个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好像你要涉及到这个 案子的这个 利益 涉及到他判决yes no的一个影响的 这个有时候很很难去哪里 要请律师来来跟着这个东西 所以 反正我们台湾如果要有人民的权利 那一定要有 比如说这个人民团体 建立事格的一个程序 对不对 我们如果要保护到 如果在座有关心台湾人的人权 你记得这件事 在谈台湾的基本法的时候 一定要弄出一个条文 说 这个适格的 一定要用法律 来认定 要有一个条文 说什么适格 所以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比如说 我说 某一个立委不适认 对不对 因为什么什么违法违法 他不适认 他做这种行为 结果立法院没有处理 那我要说这个人 不适认 我就告诉免职 对不对 给他开始 那我四个我要这么建立 比如说我是社会团体 我联署多少个社会团体 我开了几次公听会 我登了什么报纸 OK 我这样我做了这些动作 我邀请人家给我 Paper 邀请人家写意见书 我整个意见书把他整理 把他汇编 把他出版 邀请民众 我放在网路上 欢迎民众反应 我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动作 四个 没有疑问 他可以进行这个诉讼 可以把不法的行为 给他拦截下来 这个 人民的权利 会很有帮助 所以我们要看到 美国的例子 我们要看到美国的宪法 但是我们也要 看到 各种 进步的想法 对不对 我们要了解美国有这些 我可以更进步的 去把它改善 而将来我们要塑造 台湾 最好的那个 法律环境 这样所以 那个后代的子孙 才比较有保障 所以今天可能 简单的一些美国精神 我们简单的探到这里 我这几天在 如果有其他的问题 随时 可以跟我聊聊 好谢谢各位 起立 走 请坐 谢谢 下检查文静